點的話,那這個部分的話是屬於Enjoy內建的一些相關的範本 放在大R裡面,所以點 好,大R,Enter,再來一個點 點之後的話呢,它在它的Layout裡面 會有一個再點一下 Layout裡面的話呢,會有一個針對那個 Simple的一個List Item,有一個1跟2 這有兩種,一個Item 1,一個Item 2,兩個你都可以 選選看,試試看 這兩個的話,實際上就兩個範本 顯示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當然你可以去顯示用別的方式 不過,長的會很奇怪 所以這裡的話呢,我們用SimpleList Item 1好了 當成我的範本,最後把它結束 那這樣的話呢,就完成什麼呢? 我取得這個資源檔 從那個我的Resource裡面呢 找到我的那個自串的陣列的一個方法 就是三個參數 最後的話呢,把這個Adapter怎麼樣呢? 給這個List Survey 1 去什麼,Set Adapter 把它顯示,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就取得資源了 這樣子的話呢,你就可以在你的List Survey 裡面顯示出來,就這兩行而已 那這個部分呢,跟這個Spinner很像 有沒有? 只是說,差別是Spinner多一行 還有什麼? 多一個什麼呢? Set你的那個 Resource Draw Down的Resource 就是當你點下去 你還要去選一個範本 那Spinner多一行 List Survey 1 就少這一行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來Run起來 把這個地方也把它Save之後 Run起來 那Run起來的話呢,實際上呢,結果會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也想說,老師那這個地方呢,我可不可以更改它的範本 有沒有?其實重點就在這裡 這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呢,到底藏在哪裡呢? 到底藏在哪裡呢? 這個機關,它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其實一般的書裡面呢,幾乎都沒有講到 就是告訴你,打一個Enjoy點 不知道為什麼 接著我跟各位講一下 幫各位解答一下這個地方 後來我找了一下 我發現,原來 它的這個view呢,是藏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view呢,是藏在我的 Android SDK的目錄底下 好,那我們Android SDK放的路徑喔 如果我這個地方,我是放在低疊底下 低疊,跟人家應該是我的隨身點裡面 然後Android Eclipse裡面,我都放 Android SDK呢,我是放在Eclipse的跟目錄底下 這個目錄裡面呢,我如果要找到範本的話 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裡面有一個Pattern Forms 然後呢,裡面有一個D10的版本 就是我現在2.33的版本 裡面的話,還有一個Data Data裡面呢,各位可以看到 就會出現一個什麼呢? RES,這個RES各位喔 感覺好像是不是在哪裡? 似乘相似對不對? 打開來,你會發現呢 會有個Layout RES,裡面有個Layout 那這個Layout呢,實際上長得喔 好,跟這個很像 跟這個結構很像 有沒有發現? Resource,Layout Layout裡面就有view 所以你把Layout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實際上剛剛 不錯